Hello 我正式教你们 BB吃奶之中的 正确的方法去处理 例如 BB正在吃奶 吃吃奶 首先 我们先把奶酱拿出来 拿出来 然后 先把BB冻起 冻起 轻斜 小小轻斜 在这里 一下一下去拍 拍到它 顺起 因为BB在咬奶过程中 都会很惊慌 就会叹窄 我们就一直拍 顺起 然后 我们先开始 和它清洁 例如 它的嘴和鼻 有些奶 咬了出来 我们怎么去处理呢 先把一条 一条 一条条 清洁的鼻 卷它出来 然后 先和它 去抹 抹嘴 这些位置 抹完之后 第三步 先和它 慢慢去换衣 你不要 一咬奶 立即和它抹 记住 咬了奶 立即暑起来 和它向前 倾斜 再拍它 这样做法 才会 BB 慢慢地拍 纯了它的气 才会不会那么害怕 那 记得做 妈咪 或者爸爸 记得 要放置 冷静 不要太过 惊慌 或者 遇到 哎呀 BB咬奶 好害怕 双手 所以在这一宗 一定要保持冷静 否则 如果不是BB 都会靠你 如果你害怕 就会很惨 这个方法就是正确 有些妈妈 爹地就问我 如果BB咬了奶 你会不会立即補奶 所以我不建议你 这么快立即補奶 等BB休息 才过了半个小时 如果他真的肚饿 你才会補回 是啊 那好吧 希望 遇到这些情况 咬奶的情况 记得 保持冷静 拜拜